8月10日 仁和智本在Western Galleria酒店举行演讲和盛大晚餐会 庆祝休斯顿公司在第8周年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总领事李强明大使到场并做主旨演讲 许多桥界领袖 包括美南新闻董事长李卫华等人都热情出席 仁和智本的总部在上海 市集产业投资 金融服务和资产管理的跨国公司 仁和智本在美国多年的耕耘中 沉淀了丰富的当地各界资源 组建了专业的精英服务团队 并整合搭建了优质的跨国增值服务体系 在海外资产管理方面精益求精的同时 仁和智本还为投资人提供住在国移民 税务 医疗 教育 就业等咨询服务 从而高效 迅速影响客户的各类需求 以协助客户实现跨国投资 安家置业 子女培育等多元追求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总领事李强明大使到场并做主旨演讲 针对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争或贸易战 李大使强调 中国的确是现实国际贸易体系的受益者 而这个体系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按照协议不断降低本国的关税 为促进国际间的贸易不断扫平障碍 如果有人指责中国在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中 只得到好处而没有付出 那是毫无依据的 人和质本的创始人之一的高正先生不能与会 特意发来视频在座谈会上播放 他说市场动荡非常大 金融业大发展 而人和质本能稳稳走到今天 全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展望未来八年 人和质本对社会的贡献将会更大 主讲嘉宾斯坦福大学的金融学博士 休斯顿大学 鲍尔商学院 中生教授吴国骏谈到对评估经济的重要指标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短期三个月国债收益率直查 往往明确预示经济走势 面对在场金融界 投资界的精英人士 德州医疗中心的教授马兴给大家提了一个醒 在把精力投入到财富聚集时 也要注意身体健康 宴会的最后 主办单位请来沙画表演艺术 为晚会增色 美南新闻国际电视 邱斯顿报道